我已經在混合T了 那T已經是代表平衡 那我偏偏改變了 其實我出哪個色略 我的繞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不管怎麼混合Q 我的繞效果跟T一樣 就是因為S跟T 在寫的繞效果是一樣的 只是我怎麼這麼混合都會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 BBT會等於BQE 因為S是代表平衡 我們假設是代表平衡 那如果這個等式成立的話 那你就對上面那個不等式的第一項各自約掉 因為它就是一樣的 那現在就是 右邊那個XDQP跟XDQQ X約分掉 你只需要去檢查這個不等式成立 這個不等式成立的話 上面那個不等式就成立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檢查這個不等式的成立 那 所以 所以 它其實就是剛才的這個 剛才的講法 就是PP已經是代表平衡 所以 P的話它就是不會是 一個對自己的 最佳的這個違衣 因為任何的其他的都會是最佳的違衣 因為它已經是代表平衡 那我們現在繼續檢查說 你對P這個族群已經沒有辦法再更好 你現在就是看說 對Q這個族群沒有辦法更好 對 來去看說 你怎麼樣去 比Q這個族群的效果還好 我們只需要去看 如果你對手是Q的話 用Q這個比例的話 有沒有可能用P的效果比較高 你只需要去檢查這個部分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計算 就是你就去算 因為你只需要去檢查這個不等式 只需要檢查最下一個不等式 然後PQ跟QQ這個比例 它又是完全可以寫下來 就把它寫下來 那我們回去寫一下 因為時間關係 就是我們就去寫一下 這是BPQ呢 這就是 BPQ 你就把它想成是 這邊是Q 然後這邊是1000Q 然後 PQ就是第一個分量 好 就寫一個好 所以 這個是Q 這個是1-Q 然後你現在是 P 所以 P PQ呢 你就要去看 是多少 它就是 這個P已經1 3分之1了 所以這邊是1-1 3分之2 然後 這個 這個Q是位置的 這個Q就是寫來這邊 好 因為P是確定 P是3分之1 然後 不知道 所以 現在是這個3分之1 所以是3分之1 乘數 我現在要看 左邊這一個 我是第一個人 所以我打第一個分量 是3分之1乘數 乘3 再加上 現在是 所以是 1-1 所以是3分之1乘上 1-Q 再乘下 1 我覺得第一個分量 再來是 嗯 左下角這一個 是我用3分之2 又是Q 再加上 3分之2 再乘上 Q 再乘上 Q 是第一個分量 接下來是0 所以是 3分之2 乘上 1-Q 再乘上 0 這是VPQ 然後 P已經確定是三億之一了 的情況下 把它寫下來 所以其他的 意思類推 你就可以把它 VPQ可以寫 VQQ也可以寫 VQQ就是 你把這個P換成Q 只是Q是位置數而已 好 那剩下的你就要看 VPQ有沒有大有VQQ 那你把VPQ 減掉VQQ 這個東西算出來是這個 我去對一下 這是高中數學 我去對一下 應該是這個東西 那 比如說這個東西 有什麼大於0 因為你要一個是一個 它先有大於0 那發現說 是有大於0 只要 Q它不是 這個Q等於0 Q不是3分之1的話 這個就一定大於0 因為它是一個 完全平方數 完全平方數要 等於0的話 就是裡面的東西等於0 那如果不等於0的話 它也一定大於0 所以只要 Q不是3分之1 就是Q不是P的話 這個東西就有一次 正 那這個東西是正的話 就代表說 VPQB VQQ蛋 也就是說它是 所以它的結論是 只要 Q等於P 因為P是3分之1 只要Q不是3分之1的話 那這個就 是 可是如果 Q等於P的話 它就不是 這個結論 就是 那 怎麼計算 就是我們去 操作一下 就是 照定義 寫下來 然後去刪解 因為前面 你推論說 你去看這個不等資格的成立 這不等是如果有要成立 它會先嚴格成立 嚴格成立 它剛好可以 變成 完全平方數 那 它要是正數它才對 所以 Q等於P 這樣 這樣我問 只要 Q等於P的話 這個是正數 剛才這個 寧靜 它就是 在想 有沒有問題 還是 它可以是任何 任何的數 就是 Q是一個 任何的 可以是 0.8 5.2 那 只要是0.8 就是 Q是一個任意數 那 前面都把 Q想的是一個任意的 它今天高性採用 0.8的s 0.2的7 也可以 0.7的s 0.3的7也可以 只要 不是跟P一樣 是3的7的s 3的4的2的7 的話 這個東西就是很容易適合 如果想到問題的話 再提出來 好 這邊 就是 它其實 interpretation 就是 3分之1的人 你會發現P是3分之1嗎 P的話 就是採用D 這個 剛剛的s是D 然後 T是H 所以3分之1的人是 1 3分之2的人是1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它的整體 它是 它是 耐選均衡的 它是耐選均衡的 然後 這個時候呢 就是 預計到說 團體裡面有3分之1的人是 各3分之2的人是低 或者是一個人 還有3分之1的機率輸 各3分之2的機率輸 那 這兩個 剛剛講的 這兩個詮釋 都是可以 好 那 最後這個 其實上次有講過 那個 氏菌體的意思 就是 它這個形式 跟剛才那個 鷹哥的 那個 再舉的形式 跟這個形式是一樣的 所以 你們也可以回去看說 怎麼樣的條件之下 就是 它會有 統合策略的均衡 或者統合策略的 那個 變化問題 這個基本上的設定 跟 26頁的這一個 一模一樣 它只是數字 改變人家而已 它的大小關係 我們實在意大小關係 它的大小關係是一樣的 那回去你東西就可以測 那 最後呢 我們說 其實這張講的兩個例子 一個是 如果記得的話 就是一個是小甲蟲 大甲蟲的例子 小甲蟲是 也畫上不穩定的 因為它會為大甲蟲 少數據入境 大甲蟲是也畫不穩定 那我們說 那個賽局 上次講的那個賽局 這個賽局 是 球突混進的賽局 是 就是 你用大甲蟲 你如果採用大甲蟲 你如果採用大甲蟲 往策略的話 它是無論對手是大甲蟲 或小甲蟲 不是有優勢 那 這個時候就是 球突混進的賽局 那 大甲蟲 就是 都會採用大甲蟲 就是大甲蟲是 炎化問題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 一哥賽局 奧肯動的賽局 這個時候 發現說 它就是 它不是一個 純粹 策略下面的 均衡 它就不會是 都出D或都出H 剛才是 純粹第一家的均衡 剛才是 都出大甲蟲 可以均衡 可是現在的均衡 一部分 三分之一的人要出D 三分之二的人要出H 那有什麼不一樣的 你可以把他想成是 可能最後的想法是 你都可以把他想成是 一部分的人 你出比較 helpful 是你比較 沒有傷害對方 像是在 一哥賽局裡面出哥 在小甲蟲 你帶了什麼 畢子裡面出小甲蟲 他都是比較 helpful 那另外一個是 比較 selfish 就是 你是比較有侵略性 你出大甲蟲 或你出一 那這個時候 這兩種賽局 不一樣 一個是有 純粹涉略的權盤 一個是有 混合涉略的權盤 在手足困境裡面 有純粹涉略的權盤 這是因為 selfishness 他不會被懲罰 他不會被懲罰 就是 另外一個 可能在 一哥賽局裡面 你的selfishness 會被懲罰 如果全部的人都有selfishness 的話 你全部的人都可能 陰的話 你會有 很恐怖的痛狀 你會被懲罰 你懲罰就是 你得到像 你如果全部的人都陰 或是用 harmful 或是selfishness的 色列人外 會得到比較低的 效用 平民 比如說他有 比較大的 歷史 他有這種歷史 跟囚徒困境比較 所以他最後的結果 是混合的結果 是一部分的人出國 也一部分人出國 但是又不一樣 一個是球球困境 一個是英哥賽局 那只是 這兩個賽局 對比較 強勢的 比較自私的 懲罰 不一樣 或是 給他的效果 不一樣 在英哥賽局的時候 碰到一個很強勢 我是很強勢得到 我們會 碰撞 我們會 所以在這個設定之下 他會混合 先前提過的兩種意義 也是自己 自己的混合 自己的策略上 或者是群體當中的 個人 他在混合 那 大概要講完這個男人 那同學有沒有問題 請說 好 我們現在要檢查 如果 你懂34頁以前 我們現在的目的就是 給你一個P 現在的P已經是 納曲純分下的P了 是三分之一 你要去檢查說 他是不是 Evolution in Stable 然後看說 他是不是 剛剛講的這個 月亮的關係 一個是 納曲純分 然後他是不是 Evolution in Stable 他到底是在這裡 或這裡 他到底是 Evolution in Stable 還是他只是 納曲純分 不是Evolution in Stable 但是他其實 他都已經是 所以他P是三分之一 那我們剛剛 三四頁以前的 背道就是說 你只需要去檢查 這個 BPQ有沒有大於BQ 有沒有大於BQ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現在 就是把 BPQ跟BQ都寫下來 然後看他的 數值有沒有大於 如果大於的話 他的條件 Q的條件是什麼 你只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 剩下的就是 把數字代入 所以 BPQ 就是這邊講的這個 你是出P的 然後你對手說Q的 只是你現在知道你的P是三分之一 你就用 先前的這個 BPQ的定義 這邊有BPQ的定義 你就把它寫下來 對不對 那 你就把四個 可能的情境 算期望值 然後架走 你就能算出BPQ 這是第一個 那 那 BQQ呢 這邊有另外一個 BQQ BQQ你要改變的是什麼 BQQ你要改變的是 這個裡面 的P要改成Q 也就是 Organism1 這個位置 它現在是 Q的結局數S B-Q的結局數T 然後你把這邊的Q都 代換成 這邊的P都代換成Q 你就能寫出BQQ了 好 你就是同樣的代數操作 你可以寫出 第二個是 BQQ的事 那你希望 PQ大於 BQQ 那你就是相減 相減 看這個東西是不是正數 所以相減的 還是代數操作 然後相減的 發現是這個數值 數值 那這個數值 如果要大一點的話 Q就不能等於三分之一 剛好是 相減P是三分之一 所以 只要Q等於P的話 這個數值 就是正數 正數 如果是正數的話 它就是Evolution Stable 它就是在 這個位置 它就是在Evolution Stable的位置 可是 如果說 Q等於P的話 Q等於P的話 它這個東西就是0 Q等於P 這三分之一就是0 它就是 指示大體群的可能 它不是Evolution Stable 它就在這個1意思 比如說 它只要Q不是三分之一 Q是一個28 或37的整個分配 它就是指示大體群的 可是不是Evolution Stable 我可以一下 這樣可以嗎 好可以 謝謝 那還有沒有問題 請說 我想問 現在 這個 賽曲理論跟社會網路的關係 是誰 好好 太好的問題 我們下一張單元就要介紹 這個 沒有 其實是因為 我知道我們要講下一個題目 賽曲理論跟社會網路的關係 這很大的問題 賽曲理論跟社會網路 一般 就我的理解 就是 經濟選裡面 在一開始講賽曲的時候 它是 不考慮網路的 因為網路的條件 它是 人與人的聯繫 你可以把它想是誰 但是呢 它不僅是誰 它可能是物體 但是它的 條件是 它有一個群體 那可是 賽曲的出發點 它是在於 就是 你跟另外一個個體 之間 你有一些關係 有一些 應該是 有一些互動 然後你可以得到效用 你要怎麼樣去 最強化你的利益 或最大化你自己的利益 那 第一個 如果你只看賽曲的話 你沒有給定 社會網路的話 你是只對個體來玩 通常是 一個 跟另外的人 那 賽曲我們在看 是你需要讓自己的 效果 極大化 或是你要 你要怎麼樣設計機制 讓這個 系統的 什麼樣的條件 或是效能 是最好的 有那個機制設計的問題 可是 社會網路不一樣 社會網路它的出發點 它可能不是 這種 賽曲上的 這個有切點 的關係 它可能是 資深跟認證 那 如果 你要把這兩個東西 放在一起看的話 那就是 在一個網路之下 你要怎麼樣去進行 賽曲 你可能就是 一個人 他只能跟他的 鄰居進行某種賽曲 你可以進行 求求婚禁 你可以進行 贏歌賽曲 可以進行共共賽賽曲 可是他的對象 就是只有他的鄰居 或是你可以是 距離一部的鄰居 距離兩部的鄰居 或是怎麼樣 但是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把賽曲的架構 放在網路上來看 那你要整個定義 賽曲是誰跟誰玩 他網路上的 網路上的連結 會影響到他賽曲 怎麼樣的發展 就是會很多人的 影響做意義 一個是考量網路情境 你要跟誰玩 哪些人是在這個賽曲裡面 一個是 你不考慮對象 是誰 你就是跟一個人玩 一般的賽曲是這樣 就可能 從心力學來 賽曲是這樣 是不考慮 局部的結構 局部的結構 是我跟誰玩的問題 再來是 網路的賽曲 是你常會願意跟誰玩 那考慮意義 當然可能很複雜 你可能跟誰玩還會鬥 你今天可能跟他玩一次 球毒混進賽曲 然後對手被判 我沒理由去跟他玩下去 可能這樣 我就會想要找另外一個人 把球毒混進賽曲 X是這樣 所以網路的結構 也會動 那當然這點 可以結構 這樣 可能很粗略 可是 希望有回答到一部分問題 還有參觀的問題 那我們在 我們在搜集一些社會網路的資料 什麼的 或什麼狀況 有辦法 你所見到 賽曲裡面的 任何概念 因為我們放置 或者說 是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就做什麼事情 對 對 那這樣的話 就是 當初賽曲裡面 那看 好 同學的問題是 你收集到一個社會網路的資料 你要怎麼把賽曲 運用到裡面 對 或者是 在問一遇 什麼問題 設計當中 就要把這個機關 考慮起來 可是 我反過頭來問 為什麼要考慮 賽曲在社會網路裡面 因為我在想 既然 這樣的話 我們到底選一選 這些賽曲 運動到後 那在設計 或是在社會網路 網路資料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 關聯 這是 當然還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要怎麼結論 很多做 網路 社會網路研究的人 他們不一定用賽曲的研究 像是 我們之後會講 它還是群體行為 像是 意見的擴散 或者是 疾病的擴散 或者是 流行 他可能就不是用賽曲的角度來想 可能可以用賽曲的角度來想 可能可以用賽曲的角度來想 可是 很多都不用 至少 像是 疾病好 疾病就是沒有意識 可以接觸到流行 那可能 社會運動 有些人 他不用賽曲解釋 他解釋的是 假設 周圍 50%的人 朋友 去參加這個社會運動 就要去 那他不是賽曲的可能 他可能可以用賽曲模型來做 他可以 也可以不用 那就是看說 你要把賽曲模型 你移入到裡面去 你可以移入 你可以移入 你可以不移入 那只是 如果移入賽曲模型的話 你就是要 明確定義說 你有不同的策略被丟 然後你不同的策略 碰到 不同的策略 有那個 Ultive Mentions AO Mentions 然後能夠清楚定義 然後你再看 系統怎樣變化 那你要看說 網絡的結構 會跟這 UTS裡面變化 有些時候會 有些時候會 會跟對手 對你出的策略有變化 有些時候會有些時候會 可是很多時候 時針就沒那麼容易 反而用賽曲會不好輸入 那是很猛的問題 那你記住 你記住 我現在要問他們 你們 他們問他們 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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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 他們是 他們的 他們的 如果 他們會 你會 是 是 同學 剛剛幫我顯示了 一個部分 就是 我們如果是群體的 就是說我碰到他純粹是P的幾率 或是Q的幾率 看他採用這種策略的人有多少能力 這是一個混合情境下的結果 就是population system 就是我跟任何人 其實都有異性的幾率碰在一起 他在這個團體當中的第一 就是我碰到他的幾率 這是這個假設 可是社會網路的假設不是 他不是說所有人都聯在一起 每一個人都能跟任何一個人交談 我會跟一手上非洲人交談 跟同學交談幾率高 一樣不會 我有我自己的局部的網路結構 所以我只能跟這些人合不動 人民居就定義了 我周圍很匆忙的人 所以他就是有這種局部的託譜結構 或者局部的網路結構去看說 你這個賽局怎麼在這個情境下發行 跟誰玩 對手跟你說什麼 就是你周圍這些人 所以跟局部跟整體完全不一樣 整體可能很多人觸摸個策略 可是我周圍的人要使用這個策略的話 不會碰到這些人 所以有局部性的概念 那當然你還是可以看演化 你可以策略上的演化 全部的人到最後都採用S 我全部人最後都採音歌 我全部人採用E 可是你也可以發現有一個部分 很多時候你把它結合在一起 你會發現說假設是你歌是在一起 很多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一部分的人出歌 可是他聚集在一起 他互相保護 聚集在一起 然後對抗音的話 他們就是有一群人在外面通知他們 就是他會有局部的結構 如果你把社會網路引進去的話 或是求徒混進三十月次 你會發現說有一群人在中間 他就合作 你把它放在一個二維的裡面上面 會發現說 常常會看到這種現象 就是 你會看到一個cluster 就是群聚 然後這個是假設是第一次合作 然後第一次不合作 你會發現說 他在一片不合作的海洋裡面 會有一些合作的檔 他就是網絡的結構 因為他這個就是一個grid 這是二維裡面 他就是一個人 他可能跟他上下左右的四個人 都在玩在一起 但你會發現說很多時候 網絡的結構就是會影響到他整體的現象 他的影響就是這樣 那 你如果要想聽一個行為的話 那個行為可能是 在一部社會網絡的話 可能是很局部的 他合作的 他的合作方法就是這麼小 他不會是 合作不合作這樣子 教師下來 他不會是 這種 就是 一個C的D 一個C的D 這樣子的規律這樣下來 他發現是 往往是群聚 一群人這樣合作 越去越想越想越來合作 所以就是考量社會網絡的結構 那如果有一個C的Graph 那是一個C的Graph 那是一個C的Graph 那同學問說 如果是C的Graph 那會不會跟這個人一樣好 這好問題 我們現在討論的其實就是一個C的Graph 你可以把Properation Model 就像是一個C的Graph C的Graph C的Graph是完全圖 完全圖是 系統當中的任何一個人 他都能連接到其他的人 我們說這個 這個可能是一個C的Graph 他其實就是 Operation Model 那 這是四個人 就是你把所有連接都畫出來 三個人 然後六個人都可以這樣畫 可是 通常社會網絡不會去處理C的Graph 社會網絡很大的角色就是 其實這個連結是 Sparse 這個系數的 你要想看說 地球上七十幾億人 你的一個人的鄰居 可能頂多就幾百人 你其實這對網絡的圖 是非常稀疏的 你不會有七十幾一條線 所以你的那個 鄰居的 情緒 那個量級 會是這整個系統的 人數的非常少部分 所以是非常稀疏的 那 可是你用Properation Identity 就是假設說 你跟你的朋友 或你跟非洲的某個人 的連接的技術是一樣的 那就是Properation Model 可是Properation Model 在這種情形下 所以我們先前提的 那個 就是先假設是 完全圖 可是 在做Social Network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 假設是沒有 局部的 頭髮 是一個Social Network 你的Social Network 這整個系統 就是一個 Sparse Network 好 好 然後同學 我會建議 或是想法 好 沒有 我們就稍微講一下 這一張 這張 為什麼要講 就是 你想說奇怪 那個Network Traffic 跟Game Theory 這個有什麼關係 因為 蠻有趣的 他是用Game Theory 的角度來看 他還是 每一個人 他還是要 最佳化自己的意義 那 Network 因為 在這個裡面 這個系統當中 就是每一個人 要去 要去交通 要去從AD到BD 要去通勤 那 他就是有一個 廣播結構 因為他是一個 黑霸牆是一個地圖 他要從AD到AD 他要有一個路徑 他要去選擇 對他來講 時間最短的這個路徑 那 有一群人 在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做同樣的決定 他都要從AD到BD 那就會有 賽局在裡面 因為賽局就是 你可以有不同路徑 你不同的路徑 你都有黑霸牆 可能是不同的策略 你去選擇 那網絡在什麼 什麼地方 網絡就在地圖上 怎樣 地圖上 A連到B連到 到底有幾條路徑連到 那有沒有 每條路徑 他所採取的 採用的時間 需要的時間都不一樣 有的時候 你新增加一條路徑 對整體的系統 的人 並沒有好處 這個是我們這一張 就是這個 單元 你可能可以看到的 奇怪的角度 這是一個 今天來講的 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 Racist Paradox Racist 它是 Depish Races 它是一個 更過數學家 它很有名 它是做 就是 網路的 它是做交通的 交通網路 那 他說有的時候 他也很有名的 背論 他說有的時候 你增加一些資源 在一些局部的道路上面 並不會對整體的交通網路的感想 有時候你會想說 我在這邊開一條路 跟原本沒有整條路的情況下 開一條路 應該會減少大家的時間 可是 他就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學模型 跟我們講說 這種時候 不一定 有時候 給我一條 免費的路 反而造成交通音色 反而讓大家 集體的時間變多 你會覺得很奇怪 什麼 給我一個免費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消防網路也差了 但是 這個背論 看似是背論 我們就要解釋說 它為什麼 會成真 它為什麼會成立 它背論的地方在於說 你自私的條件 跟基底的條件 是不一樣的 你自立的結果下 你都會去採用這個 解禁 可是基底的結果 當然是 就不需要 就不要這樣做 你要把這個 解禁平均分配 很多人 就是維持某一種狀態 會比較 如果有一個 中央的 從上往下的管理 你不會讓全部的人 運用這個經濟 那就會有這個 這個背論 才可以得到 解決或舒緩 這是我們這一張想法 好 那我們就看這個交通網路 交通網路 那它是一個 Directed Graph 它是一個有向性的圖 那我們就考慮說 這個點到點 就是他們目的地 或是所在地 它中間的連結是高速公路 那 我們的目的呢 都是從A到B 從A點到B點 A點到B點 這兩個點 那我們就是要從A點到B點 那 它這個是點一定一號 那現在剩下的線 線就是你需要從 改遍到裏地 你需要花這種時間 它就是線 它就有持 它就是你花這種時間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個網路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那個 highway network 我們現在都要從 A點到B點 所有的人都從 A點到B點 現在有很多人 那 每一條線上面都有定義 定義如果是數字的話 它就是 花 從 那兩個B點 通勤所需要的時間 假設這45 的話 從A點到B點 就需要花45分鐘 那從 C點到B點 也是45分鐘 那剩下的有 X除以100 100就是X X是使用這款路徑的數量 車子的數量 所以 X是 假設我們總共有4000的車子 假設有4000的車子 全部都開AC的話 那就是4000除以100 A到C就會是 40 這個A到C這個路徑 是取決於這個路徑上 這款路線上面有多少車子 如果路線上很少車子 假設只有一輛車子 那就是100公斤 假設有4000的話 它就4000除以100 就40 好 它就是取決於數量和不一樣 那現在就是 怎麼是場數 好 現在的問題是 有4000的車子 同時要從M到B 那 有什麼路徑可以運走 那你可以想說 嗯 明顯就有兩個路徑 就是一個是 經過低點 一個是經過低點 那 你回去想想看說 這個怎麼樣走是合理的 你可以把它 一個例子是 假設全部的人都走上面這條路 全部4000輛都走上面這條路 我都經過4年 那 現在是4000除以100 是40 40加10 是80 全部的車都走上面的話 一輛車會花85分鐘 全部的車都走上面 那你現在想 假設我是上面 這個車鎮當中的其中一輛車 我看到 我要花85分鐘到B 那我能不能走下面這條路 那 我是其中一輛車 我現在就是45 再加上 100分之一 所以是 幾乎是45 因為加熱很少 所以 我要是上面這個車鎮當中 其中一輛車 我一定往下走 對 那 第二輛車也是這樣子 上面還剩3999 下面只有一輛車 那 第二輛車也是這樣子 就是 45加上 100分之二 也是很少 他跟85比 他還是接近 45點多 那 這個論證一直這樣下去 到最後會怎麼樣去均衡 是 2000輛車會走上面 2000輛車會走下面 這樣的話 上面是 2520 加45 是65 下面是45 加20 是65 這個時候是一個均衡 均衡的意思是 沒有任何車子想要改變路線 去 減少這個時間 因為 如果都是2000的話 你不會到另外一個路線 更減少這些時間 他就是一個均衡 2000 2000 這是一個均衡 那現在的問題是 這個 這個就是 剛才的推論 剛才的推論 這個推論 它是 表現就是一個 納許均衡 因為沒有任何車子 他想要 變變改變路線 去 讓自己的時間變動 所以 那個是一個 納許均衡 那我們 現在來看 一個問題 這個 Races Paradox 那 假設呢 他在剛才那個 網絡之下 他建了一個高速公路 他建一個高速公路 從C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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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速公路是超快的 你可以把他想 是不是順緊運動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時間 他不需要任何時間 那 他要是女背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只看時間 建了這個高速公路 當然 我們下一次會講 就是 建了這個高速公路日曆 他反而 全部的人 花的時間 會比剛才的 對自65來得多 就是 他們全部的人 都會走這條 一背高速公路 下次會講 就是會 讓他的走時間變成巴士 本來的走時間 在沒有這條高速公路之前 兩千會走上面 兩千會走下面 花65分鐘 可是你建議到 新的告訴公路 當 C點直接到 D點 會發現說 最後 大家的時間 都是80分鐘 你可以爬一條 免費的路 反而大家的平均時間 增加 15分鐘 這是一個 很奇怪的事情 是一個悖論 Paradox 為什麼你可以為 免費的路 大家的平均時間 大家的 通局時間變長 只是直觀上 還是這樣 只是剛剛也講 就是 自私的動機 跟群體的動機 不一樣 大家都自私的想要走這條 很快速的路 那結果是 全部人都擠在 飛馬路線上 80 會比 等來的 60 65 然後 我們下次就講 這個 下次應該蠻快樂的 這就是 有結合社會網路 因為它有網路的結構 那也有結合債 因為 這個人最好想的是 有結局 只是它有結局是負的 它今天 一個 一分鐘時間就是負擬 可以這樣想 一個單位 所以它花越多時間 它就越負 越負 它的AOPS是負 所以它就是一個結合債 跟Network 這個意思 只是這個 它不一定是交通 它可以是Internet 它可以是網路上面的 訊息傳輸 或者是 生物上面的 效率 就是 營養素上面的 傳播效率 它都可以結合這些 跟土 跟在局相關的 一起 都可以一起來研究 那 剩下我們就 我們下一次 再講 不好意思 今天發生太多事情 所以如果 那個 錄影的同學看的話 就是 很會照顧學習 不過我們下一次 就是從這邊 繼續看 但是如果有這種問題的話 都可以歡迎出席 謝謝